欢迎收看7点直播室 我是徐信逸 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后日展开 多个政党今天公布参选名单 其中民建联派超过100人参加 照点落在民主党会不会参战 他们宣布派6人出选 主席罗建熙相信党友 符合爱国者治港原生 以平常心争取提名 先由黄家俊报道民主党怎讲 民主党早前说派出8人参选区议会 最终公布参选名单 只是得6人出战 其中5个人是现届任内辞职 未有宣誓 包括主席罗建熙和副主席五海恩 只是得朱子乐是现职的区议员 在游尖望南争取联任 罗建熙说已经拿到地区委员会界别 选民名策择6 即是三会成员的全名和地址 会连同参选人的简介 施政报告建议 地区静岗等资料寄给他们撒取提名 继续在香港我们做好一些对香港有益的事情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终极的目标 而这个目标不论我们今次的结果 不论是投票也好 不论是提名也好 不论是资格审查也好 不论哪一步我们未必做到也好 我想我们那个目标都是不会改变的 有建制部将连日质疑民主党 不符合爱国爱港标准 有建制派又批评他们 有成员曾经拒绝宣誓 不认同新选制等 罗建熙说只能交给资格审查委员会 和三会成员判断 我不会觉得那时候没有宣誓 那就是拒绝去宣誓 或者是拒绝去认同 我们说了很多次就是 我们每一次参选我们的选举的声明里面 其实都有相关的条款 就是我们是会拥护基本法 和我们是会效忠香港特别人政区 我觉得这个情况我想都是没有改变过 我自己也都没有改变过 民主党也都从不论是我们有多少区议员的时间 我们也都继续拥护一国两制 继续支持一国两制 被问到选举策略 会不会减少触及政治议题 罗建熙说 区议会九成九都是民生议题 不会有任何转变 他也都会继续提出市民关心的事 有线新闻黄家俊报导 要成功入閘才要拿够提名 建制第一大党民建联 党内有三会成员 主席陈克勤说 他们会提名爱国爱港的人 不需要请示中联办 何软宜报导 民建联星期一开中委会 将会正式通过过百人的区议会参选名单 四分一人是首次参选 四十四区直选都会有人上阵 我们在离定这些原则的时候 其实是从民建联自身的出发 从选区的出发 从选民有一个最好服务的角度去出发 我们就没有跟其他政党去做一个讨论 在座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已经落水了 另外我们也都会邀请我们一些元老级的人马 我们的顾问 譚先生、李慧琼常委、谦哥 党内的三会成员手握提名权 被问到要不要请示中联办才提名 陈克勤说没有这样的需要 家人民建联 他对于爱国、爱港、爱国者的原则 是非常之清楚 也都是在这方面的理念是非常之清晰 我们是不需要有一些额外去请示某些人的动作 有些派别 他一方面在攻击这个区议会新的制度 一方面反对他 另一方面你又很想参选的话 这一方面其实是很矛盾的 也都是见到其实他们都不是诚心拥护这个新的制度 如果他在议会里面根本就是将议会平台搞到很政治化 在这里拿来做反中乱港的平台 你问我这些人再去拿提名 是否能够说服到三会的成员 他们真的是爱国者 真的会给他们提名呢 我觉得就很诚意问的 新一届区议会恢复委任议席 民建联网会推荐合适的专业人士给政府考虑 有线新闻何软宜报导 中国政府特使泽进这个星期出访中东 协调停火使战推动和谈 美国也都继续搏船 总统拜登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亚巴斯通电话 强调会尽力防止冲突扩大 伊朗外长就和哈马斯高层会面 陈建明报导 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泽进 在中央电视台节目就以把局势展述中方立场 重新外长王毅提出的四个要点 停火止战 避免人道灾难 推动冲突降级 和联合国发挥应有作用 扎俊强调武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之道 以暴役步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巴勒冲突仍在持续的升级 进一步外遇的前景令人深感担忧 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就是落实两个方案 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的和平共处 扎俊会出访中东 协调各方停火止战 推动和谈 又说会协作仍然在加沙的几个中国公民向南移 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区 美国总统拜登自冲突爆发以来 首次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 拜登说正是协调各方避免冲突扩大 两个人同意要维护西岸地区 以及整个中东的稳定 伊朗外长阿布杜拉希洋 在卡塔尔和哈马斯政治高层哈尼亚会面 哈马斯会后发声明指 双方继续合作争取哈马斯的目标 各方有类尾巴冲突有扩大的危机 美国防长奥斯丁宣布 派遣第二艘航母艾森豪威尔号战斗群到地中海 联合之前抵捕的核动力航母福特号战斗群 加强威慑 有线新闻 陈建明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访华之前表示 不认为一带一路畅意是中国企图征服其他人 而是一个合作机会 由赞扬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公认的领导者 以及坚定冷静 务实可靠的伙伴 叶家讯报道 普京今个礼拜出席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前 接受央视专访 说一带一路畅意非常合适 并且取得积极进展 普京说中方合作理念的优势 在于不会将任何东西强加于另一方 没有强迫而是提供机会 即使出现困难 也总可以积极找到解决方案 这个正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交往的独特之处 做法不同一些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国家 他又说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现在多极化世界里面具有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在这个理念的实践 也设合俄罗斯发展欧亚经济联盟的救赏 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真正的世界领袖 着眼长远考虑 不会根据一时之间的形势做决定 有线新闻 叶家迅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近年越来越多海外以及香港歌手 在澳门举行演唱会 又综合娱乐发展商说 要扭转澳门只有博彩的形象 澳门旅游局说 博企要履行承诺多元发展 表演 博彩和旅游也有协同效益 隋炳熙在澳门报道 香港歌手MC张天赋 首度在澳门举行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票价分四级 由588元至1388元 为过他在香港鸿馆 一月演唱会卖480元至1080元 捧场的有香港人 亦都有内地人 提供场地的机构说 复场之后的演唱会场场爆满 章学有更加加长一倍 开足12场 破纪录卖超过10万张门票 下个月还有外国组合 Westlife 周末的时候他会过来澳门 吃点东西 看点表演 扣物 不只是博彩那件事 我想当这些节目越做越好 越做越多的时候 他的品牌的效应就会出现 是一个新的澳门品牌 黄英伟说 非博彩收入目前占整体收入三成 期望演唱会等新元素 带多些旅客来澳门玩 亦都大旺博彩业 澳门旅游局估计 演唱会比起疫情之前 增加了好几十倍 相信亦都跟去年 重新竞投博彩牌照有关 其中的条件是 要发展非博彩元素 六间博企承诺 十年投资超过一千亿 接下来我们都见到 音乐节亦会是一个 澳门每一年非常大的项目 今年除了我们的传统 会有歌剧 会有一些管弦乐的演出之外 今年亦都一个主打 就是我们日本的九石样大师 来到澳门的一个三场演出 在未来来说 我们都会朝着这个方向 更加国际化 更加多元化 有线新闻 徐炯熙 在澳门报道 旅游业议会考察团 结束四日大湾区行程 业界表示 一程多站系发展趋势 会继续跟澳门 以及内地合作 在海外推广 业家宜在澳门报道 大三巴 观音像 和香港一海之隔的澳门 加日人头涌涌 外国游客之外 更加多是内地游客 或者香港人短线游 来到澳门当然要吃葡萄 又或者猪扒包了 在大三巴旁边这间小食店 加日的人流都很旺 不少人来这里玩完之后 都会过大海去香港 又或者上猪海玩 澳门旅游局在疫情之后 和香港合作推广 一程多站模式 吸引海外游客 玩足港澳和大湾区 下星期会去到泰国宣传 在疫情前 我们看到一些报告 就是说 有五个外访的旅客 其中有一个 会来到 伸延他们的旅程 到国内 我觉得正正 这个更加注大的空间 令到我们将来 可以发展多些 是一程多站的产品 香港旅游业界 过百名代表 组成的考察团 四日走访兆庆 佛山 中山 江门 珠海和澳门 发掘不同旅游资源 又和当地政府 和旅游业界交流 珠海市当局说 疫情之后 留意到年轻人的消费力提升 将来会推出 更加多元化的旅游选择 年轻的客流群体 突破了我们原来的 期望和期待 它消费力 它是消费预员很高 像跳伞 民苏 都是对于年轻人 比较讲究 时尚和个性的一些产品 他又说港车不上之后 多了香港人自加油 未来会加强 和大湾区不同城市的合作 有线新闻叶嘉宜 在澳门报导 本港有多家博物馆配合夜纷纷 延长部分日子开放时间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说 艺术馆 科学馆 以及太空馆11月底之前 逢星期五 六 日 以及公众假期 延长开放至夜晚10点 星期六晚有特别活动 太空馆提供天文望远镜 被市民观赏维港星光 艺术馆就与香港电影资料馆合作 播放爱情电影 社区组织协会调查发现 劏房租金普遍高过猜享租值 社协在上个月至今个月初 收集各区25个劏房单位 共75个租值数据 发现今年头8个月 每平方米月租由年初414元 加至8月的431元 社协说政府去年年初通过租务管制 但未有规管起始租金 签订新租约的时候 业主可以全权订定租金 促请当局加强规管 以及每两年检讨法例 事件局换言以居第三座首置项目 上个月27号接受申请 截至昨日收到2270份申请 项目位于红磡 星期三截止申请 目前超额大约7.7倍 七成是一人申请 其余以二人家庭为主 事件局行政总监委致承说 案目前经济和楼市环境 加上按揭利率较高 市民反映不及第一同意座推出时 热烈属意料之内 他说楼市下行 按原定计划推售项目 反映局方决策固存社会整体利益 而非单从销情衡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